各位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大家好,我是Barry Lee 欢迎收听The New Chinese Podcast, Episode 27,第27集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星期三 虽说是星期三呢,但是这一周呢,真正的过完一半了 真正的过完了一半,因为这周呢,是一个短星期,short week 这一周呢,对我们来说只有四天 因为周一的时候呢,是一个这个公众假期,public holiday 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众假期,澳大利亚的public holiday 是女王生日,queen's birthday 所以在星期一这一天呢,这个我们都没有上班 所以这一周呢,是从星期二开始的 从星期二到星期五,一共就四天 所以过完星期三呢,这个星期呢,就过了一半了 是不是很不错呢 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我们澳大利亚的女王生日 queen's birthday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那就是中国的端午节 端午节,dragon boat festival 虽然他的英文叫做dragon boat festival 如果要直译的话是龙舟节 但是在这个中国呢,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去称呼这个节日 我们不会说龙舟节,我们只会说端午节 所以今天呢,这个给大家讲一下端午节的由来和端午节的传统 The origin and tradition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端午节 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呢,还是和之前一样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个episode涉及到的生词 上一个episode我们讲的是读书 大家有没有读中文书的习惯 那么我们的生词呢,包括自学 learn by oneself,自学,自己学习 我相信很多收听我podcast的朋友应该也是在自学中文吧 就是自学 然后我们说了省钱,save money,省钱,节省金钱,简称省钱 然后我们说了现代,modern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所谓的现代呢,就是1949年以后 叫做modern,现代 然后我们说了日本,japan 我知道收听我podcast的朋友当中也有来自于日本的朋友 你们好,konnichiwa,日本 国际,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国际,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交流,交流,communication,exchange,交流 然后呢,基金会,foundation,基金会 这个词也比较高级 一般在初级当中,大家不太会设计这个词啊,基金会 然后我们提到了一个地名 叫做横滨 横滨,就是日本的这个Yukohama 横滨 然后我们说了中华街 也叫做唐人街 就是Chinatown 在日本呢,叫做中华街 那么在其他地方呢,我们称为唐人街 最后呢,我们说了历史 History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认识 History 历史 历史 好,以上就是上一个episode的生词 那么回过来呢,我们接着讲端午节 首先说端午节的时间 端午节的时间呢 是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农历呢,就是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 Traditional Chinese lunar calendar 因为它是指导农业生产 Agriculture Production 所以呢,也称为农历 那么在中国呢,也称为阴历 那么对应的是这个公历 也就是阳历 也就是西方的历法 那么中国的历法称为阴历或者农历 那么在这个农历的五月初五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这一天呢,叫做端午节 这个端午节呢 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这个投江自尽 所谓自尽的就是suicide 自杀自尽 为了纪念这位诗人这个suicide 所以呢,设了这么一个节日 但是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分析 研究,research 这个也不一定是端午节真正的由来 因为据说在很多地方 在有屈原之前 就有屈原的那个时代以前呢 就已经有端午节了 但是呢,这个我们就不深入讲 因为我们不是讨论历史的一个podcast 我们只说常识 common knowledge 就是端午节呢 是为了纪念楚国诗人屈原 那么不太了解中国地理和文化的朋友 可能想问这个楚国是什么国 这个楚国呢 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地名 那么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呢 中国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 虽然当时呢 这个在战国时期呢 那个时候有没有周朝 对,那个是周朝的末期 是中国的一个dynasty 叫做周朝 在周朝末期呢 中国分成了很多的小国家 那么主要的国家 一共有七个被称为战国七雄 英雄的雄 有七个国家 其中有一个国家呢 叫做楚国 这个楚国的位置呢 大概在中国现在的湖南省和湖北省的一部分 所谓的金楚大地 这个金指的是湖北 金州 楚呢 指的是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地方 也不是界限很明显 而且跟现在的省界 province border呢 并不完全重合 所以一般说起楚啊 指的是湖南 这个当时这个楚国呢 在战国七雄 这七个国家当中呢 是属于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strong country 非常强大 但是呢 这个在战国时期呢 还是这个败给了这个秦国 也就是以西安 以西安为中心的秦国 在中国的西边 那么呢 大家都可能听说过 中国呢 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是从秦朝 那么这个 从秦朝的时候呢 以西安为首都的秦国 征服了concord 征服了其他六个国家 统一了中国 建立了秦朝 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 那么就united all the small countries 然后呢 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并且呢 united measurement united chinese characters 把中国的这个杜梁恒和汉字都统一了 那么从那个时候呢 这个中国有第一个真的是 大一统的大一统的帝国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么回过头来说 这个楚国的诗人 poet 他是一个poet 也是一个宫廷的贵族 noble 他呢 这个有很多关于这个 挽救国家 抵御外敌 抵御外面的这个敌人 defend enemy 保卫国家的想法 但是他想法呢 没有得到当时的这个王室 当时的这个楚国的王室 也就是royal family的信赖吧 所以他呢是在这个一种悲愤 非常angry 非常sad的这个情绪当中呢 这个就投江自尽 就是跳到了江里头 and killed himself suicide 所以呢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呃 并不值得鼓励的行为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要想办法 或者想不出来办法呢 也不要用这个 suicide 自尽这个方式来解决 因为即便这么做了呢 呃 这个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英雄一样 被人给记住 给纪念 但是这个 屈原呢 他这么做了 然后呢 这个中国一直以来呢 有种传统说 觉得他很伟大 great great person 说实话 呃 to be honest 我也说不出来 他为什么那么伟大 我觉得他这个对于中国的 这个更直接的影响是让我们有了一个 端午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吧 那么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相信说 这个端午节是从屈原开始的 那么就算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那么在端午节这一天 中国人需要做什么呢 有很多传统 但是有两件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赛龙舟 dragon boat racing 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其他 在英语世界吧 至少这个中国的这个端午节呢 被称为dragon boat festival 龙舟节 为什么要划龙舟呢 据说是因为当时这个楚国人民啊 听说屈原投江自尽 自杀了 想要到这个江里头去找他的尸体 trying to find his body 所以大家就划着这个船去找 那么这个这个划船的活动呢 那么以后每年呢 他们都进行就成为了龙舟比赛 他们划着船呢 有一个龙头 一个dragon head 就慢慢演变成一个 dragon head的 boat racing festival 龙舟比赛这样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吃粽子 这个粽子呢 就是中国的sticky rice dumpling 那么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也和屈原有关 那么据说呢 这个当地的人民啊 楚国的人民 这个觉得这个屈原到了水底下之后呢 可能还没有死 not that 所以呢 需要给它送食物 那么怎么送食物呢 最好把这个米呢 用粽叶 就是这个这个 banbo leaf 虽然它不是banbo啊 它是另外一种leaf 但是一般我们称为banbo leaf 给它包起来 wrap up 把米wrap up 然后呢 用线 用这个string 给它扎上 给它fix it tight 然后呢 扔到浆里头 这样的屈原呢 就可以吃到这个米 而不会被那个水里边的鱼啊 虾呀 the fish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生物给吃掉 这也是一种美好的想法了 那么第一个 就是屈原在水里面 即便收到了粽子 也不会吃 那么第二个 呃 这个 这个 现在大家包的粽子 都是自己在吃 没有人往江里面扔了 所以这只是一个 关于它这个粽子的 由来的一个传说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用糯米包上以后 放上其他的这个配料 然后煮出来啊 这个粽子非常的香 非常的好吃 我个人非常喜欢吃 然后我们家呢 也有每年包粽子的传统 那么这就是关于端午节的 最重要的两个传统 一个是赛龙舟 dragon boat racing 一个是包粽子 这个吃粽子 这个sticky rice dumpling 的简单的由来 那么各位朋友 如果是外国人 如果不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了解到这个程度呢 就足够了 那么还有一些关于这个 什么避邪呀 去温神啊 去毒啊 喝熊黄酒啊 等等 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慢慢了解 但是作为外国人 我觉得 如果你了解端午节是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五日 然后为了纪念 楚国诗人屈原 然后我们赛龙舟吃粽子 那么这样的知识 就已经这个在现阶段 我觉得非常的充分 那么今天主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 这个端午节的问题 欢迎这个留言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